那么我们要问 一心拨乱 专持名号 行吗 能灭醉吗 古无大德曾经说 这一句佛号 念佛一生 能灭八十亿劫生死争罪 我想这很多 我们佛这个净土宗的 佛弟子都听说过 这祖师说的 这真的不是假的 但是我们想想 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我们看这句经文 这里头有门道 为什么呢 那个念佛一生怎么念呢 一心不乱 专持名号 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我们今天念佛 这心妄念很多 架杂着妄念 我们那个功力了 就被破坏了 如果念佛的时候 诚心诚意的你 一个妄念都没有 力量 真是像这天宋说的 助罪消灭 为什么 佛在经上常说 说了一个原理 一个原则 一切法 从心向神 我们造作这个罪业 是不善念头神 我们今天念一句佛号 是善念 而且这一句佛号 是圆满信的地流露 那什么罪灭不掉 在我们以前 不懂的这个道理 我们念这句佛号 力量就很薄弱 为什么 我们对他 答了很多疑问 怀疑他 这个怀疑 也把你念佛的功德 破坏了 所以 大师至菩萨 教过我们念佛 都是六根 经念相机 这就有道理 那个一生佛号 功德不可思议 都摄六根 我们眼见色 耳闻神 第六意识 在六根 往外都跑 都是这个 拉回来 怎么拉呢 眼见色 不动心 不弃心 不动念 耳闻神 不起心 不动念 六根 解除六成经界 都能做到不起心 不动念 那叫都是六根 这个人还得了吗 这人是圣人 这不是凡人 凡人 怎么能控制 都住 心就是往外跑 所以我们今天用什么心 散乱心念佛了 我们要能一心念佛 那还得了吗 念佛是一样的 用心不一样 所以它效果不相同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 我们学教 学这么多年了 对这个了解了 不再怀疑了 这个一心念佛 功德真不得了 所以说 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 它相应 于谁相应 于自信相应 那与信德相应 与信德相应 就是跟阿弥陀佛相应 那怎么个相应方 跟阿弥陀佛同心 同德 同运 同心 那能做到这四个同 你跟阿弥陀佛是一体 就像阿弥陀佛 那是一部分 谢谢观看